那么 万锦营已经答应 跟我们联手了吗 对 有万锦营的首肯 我们对付皇后 就多添了几分胜算 这是郡王爷之福 天下之福 今此 由你从中帮忙 给我出谋划策 行事才得以逆转 孟凡 无论这次 或得或是 我李隆基都会 终生 对你感激不尽的 这个孟凡好大的胆子 竟然三番五次地 跟我作对 今次皇后娘娘 一心要笼络万锦营军心 但孟凡从中作梗 幸亏奴婢 及时化解纷争 托皇后娘娘 还有公主的红服 今次才能逢凶化吉 大胆见闭 你竟然敢在本公主面前邀功 公主息怒 我早已逼你提防问凡这个贱婢 可是你就是充耳不稳 未有加以防范 终于让他有机可乘 实在是罪不可恕 可是 不要以为当了内蛇人就不是贱婢 在本公主眼中 你始终都是个贱婢 知道吗 贱婢 奴婢之罪 是奴婢一时糊涂 才让他有机可乘 请公主开恩 大帝当前 罪即军心动乱 假如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他们 趁机对付 你这一条贱命补偿得了什么 奴婢只是一时糊涂 奴婢对天立誓 今后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就重罚你三十丈 公主开恩哪 公主开恩 公主开恩哪 罪毕孟府 未有依从安乐公主吩咐行事 公然不敬 如今当众仗打三十 以警效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兵 这个母父 助这为牛 狐家狐为 依负着公主 才可以当个内神力 如今饱兽杖刑 总算是苍天有眼了 这才能真是活了 陆府 这儿呢 还有这里 五万府兵已囤住在京城之外 东郊西郊两处 可人数众多 也只能当作后援大军 真正一战定生死 还得是 苏伟攻进的左右飞骑军 左右万骑营这四军了 如今万骑营已转投我们阵营 看来决胜之道 在于 谁可以掌控飞骑军 王爷 三公子 放声 你游说飞骑军的将领结果如何 属下无能 有负所托 飞骑军 虽然对皇后和公主的所作所为 甚有威严 但始终不相信 他们会弑君 所以无论我花费多少口舌 他们依然不为所动 少了飞骑军这招棋 我们如何力挽狂澜 如何扭转形势 依我看来 如今要论胜负 还言之尚早 方生 此事事关重大 你务必要继续努力 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愧 轻言放弃 属下定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皇后那边 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 皇后倒是并无异动 反而是安乐公主 她命人 当众惩罚孟夫 所为何事 并无名言罪状 似乎是 办事不利 所以受罚 公主您至此刻 跟我们剑拔弩张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当众惩罚孟夫 怒杀朱将军 已经让万锦英 对公主极为不买 在当众处罚孟夫 难道她就不怕这样 会动摇人心 四乱阵脚 除非公主的心中 岂是另有所痛 可她要对孟夫用刑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但事处必有因 她这样做 一定是有所致命度 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对孟樊却有切夫之痛 难道她要对付的不是孟夫 而是她的姐姐 她最恨的孟樊 冷静 你要去哪里 我现在必须赶去找一个人 事关重大 回来我再跟你们说清楚 小马告诉我 孟夫受了账责之行 也不是伤得有多重 这个安乐公主还真是狠毒 就连孟夫也不放过 只不过我们去找孟夫 公主会不会趁机大做文章 我和孟夫姐妹一场 不管如何 我都要去看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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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孟芳 孟芳 你往正做点 孟芳 你往正做点 孟芳 孟芳 一定要挺住 孟芳 你一定要挺住 孟芳 你一定要挺住 孟芳 孟芳 我好了 孟芳 孟芳就在前面了 没事了 一定要挺住 孟芳 我好苦 不能睡 千万不能睡 孟芳要你看着我 千万不要睡 孟芳恐怕 要回命了 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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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之人 孟子参见公主 看你谁色慌张 所谓何事 孟凡遇此受伤 此事可与公主有关 没错 刺杀孟凡 是赶公主下的命的 公主当众处罚孟凡 就是为了要设计杀孟凡 孟凡暧昧心切 本公主就知道 他一定会自投罗网 公主以我作儿 刺杀亲戚 这就是陷我于不义 本公主还以为你知道 你和孟凡早已 割习断交 生死不相往来 我们确实姐妹情断 那她是生是死 又与你何干呢 姐妹情断 情分未断 再说 这是我们两姐妹之间的事 不需要外人插手 你拿我作儿 又把我蒙在鼓里 此举 确欠妥当 真好笑 本公主如何行事 还需向你这个奴婢交代 我为主你为奴 本公主要你站着 你就不能坐着 本公主说往东 你就不能往西 甚至要你去死 你就不能活着 这个道理 你还不明白吗 幕府十言 请公主恕罪 本公主如果不恕 又如何 如今公主尚未坐稳储君之位 你仍然是公主的一个下贱小臂 论学识才干 你根本不及上官婉儿 就连梦法你都不辱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跟我讨价还价 本公主只要说一句话 就能将你从云端上拉下来 直坠入黄泉 或许吧 但公主也要好好保住 眼下的权位 王国之奴 大不了就是在此为奴 但王国之军 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有空嫌跟我这奴婢 瞎鬼扯 倒不如想想 巷王 还有太平公主 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吧 你给本公主好好地记住 今日的荣华富贵 都拜本公主所赐 没有我 你什么也不是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求的是姐妹情 还是宁立心 当然 二者只能存疑 奴婢 请老奴打听 孟尚仪身受重伤 昏迷未醒 欲以诊治 伤疾脏肺 危在旦夕 好 这就要是宁立心 就让他再多受一点苦 再送他去建盐嘛 据老奴所知 林姿郡王不分昼夜 守候在旁 悠色满面 憔悴不堪 似乎 似乎与孟尚仪秦义 非比寻常 这个孟凡可真不凡啊 小小的一个婢女 还真有点本事 连李隆基都被他 攻魂射破了 这不正是天助我也吗 隆基现在心系 剑壁生死 必定分身不下 无心过失 我们就予以突袭 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你要对付李隆基 那个剑壁尚气还活着 本公主就要再下一期 要他先看着至爱 离开人世 然后 也保障一下 生死离别之苦 宫壁受伤是件小事 要是皇亲国戚遇刺身亡 那就影响甚广了 我看 此事不宜过急 可是那个李隆基 如今与太平结成一伙 势力倍增 如此绊脚大实力 应及早出去 了却心头大弯 还是再等两日吧 母后此话何解 再过两日 太子就要登基了 太平公主 和八王爷 一直都布满本宫改遗诏的事 他们蠢蠢欲动 伺机反扑 我们当务之急 是要让太子先顺利登基 过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二人 母后深谋远虑 儿臣自愧不辱 依母后所言 应如何不输 我要以欺人之道 还之欺人之身 母后的意思是 从来都是天放雷鸣之前 有虫蛇蝼蚁仙动 宫中风云色变 宫必奴才必有益 中尚公 老奴在 从今天开始 你去监察 六局所有宫女的言行 如有异样 必须前来禀报 老奴领命 水云 往这里打扫一下 对 水云 往这里打扫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等在这里 也于事无补 这一关是要尚仪大人 独自闯过去的 既然帮不上忙 大家还是回去吧 姑姑 我想看看小凡姐 我真的好担心她 对啊 姑姑 你就让我们进去 看她一眼吧 是啊 姑姑 就让我看看小凡姐 看一眼吧 尚仪大人纵然服了药 但气息依旧虚弱无力 恐怕一时半刻 不能接见大家 怎么会这样啊 况且你们还有事情要做 总不能拖延不理啊 对不起 都是为了我才把你害成这样 我不该把你卷进这场 固定的杀戮之中 可是我却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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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樊梁的事 是我出外了 我知道你其实 已经不再欣赏我了 太子的事 让你更加讨厌我 所以当你为了妹妹要我帮忙 所以当你为了妹妹要我帮忙 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你了 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你了 因为我知道 若不这样我就再也留不住了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 我一直最想做的 就是守护着你 但若我没有 好好地守护太子 这是我一生之中的罪痛 所以我不能再失去你 我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你一定要撑下去 就算要我拿生命来交换 我也愿意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 是吗 是吗 我发誓永远都不活 衣服 听御医说 孟尚仪的气息 已经由若转强 相信甲乙时日 康复有期 尚仪大人昏睡的 这些日子 郡王爷临日洗手后 相伴在旁 还请郡王爷 回府稍作休息 保证跪体 现在还不可以 她还在阎王殿外 绕圈子 我不能离开她 可是其他宫女 看见郡王爷 守候不退 就会以为 上一大人还未脱险 为了令众人心安 奴婢大胆请求 郡王爷回府稍息 免得人心惶惶 而且 奴婢是奉太平公主之令 请郡王爷过府一句 可知所为何时 奴婢也不知道 只是公主守候多时 就等郡王爷一个答复了 好吧 本王就跟你走一趟 奴婢叩见郡王爷 念礼 谢王爷 本王明白 你们大家欣喜 孟上义的安慰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竟欲以诊治 伤势目前已无大碍 所以到现在为止 各位已经务序挂心了 太好了 不过梦上已离苏醒 或许还有一段时日 所以现在大家 还是先行离去 免得因善离职守 遭主子责怪 奴婢告退 借若莫尚已醒来 借若莫尚已醒来 一定要第一时间 等王府来联告 奴婢遵命 公主 郡王爷来了 参见姑姑 仁儿 去泡上等山茶 让郡王爷 好好地提提神 是 就先不必麻烦了 姑姑如果有什么话 就请跟侄儿侄说吧 你有多少天 未曾就寝了 姑姑找侄儿来 就是为了这么 无聊的话题吗 贤侄身系家国重任 安康于否 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 实属大事 姑姑请出侄儿无礼 侄儿先行告退了 你这么匆忙 是想要赶着去做什么 姑姑有什么话 可以直说 不必绕圈子 姑姑也想快人快语 但看你如此无恙 两眼无神 萎靡不振 只怕思绪混沌 要声讨大事 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所谓大事 无外乎都是谋算人心 而与我诈之为 耍阴谋手段之举 又何需用心 你这是什么态度 诚如姑姑所言 这儿确实是因为最近 有些疲倦了 以至于言辞有事 得罪 就为了一个孟凡 你就弄得如此一决不振 关于孟凡的事情 只是不想多提 为了儿女私情 你竟枉顾家国大事 如今太子已称姬登帝 皇后亦以如愿敬为皇太后 临朝称之 本来我们可以整肃朝高 就是因为你正式不理 本末倒置 放弃了大好机会 以致前功尽弃 你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 皇太后就会有机可乘 到时他大权在握 遍天之日不原意 之而近日心里焦瘁 真的是累积了 改日再与姑姑商讨对策 告辞 虽然你解释 绝对了 皇太后 不如是 皇太后 皇太后 将我们逐个击破 为今之计 我们将军最弓军 这位魂将军 皇太后 再闭上 我左指 你们再闭上 要杀出一条生物 我们就只有先下手为桥 姐姐 姐姐 小夫来看你了 你看我带了什么给你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桃鸡娘娘果 姐姐 你要快点醒过来 要不然下去秋了 就再也采不到桃鸡娘 你要想吃 就得等到明娘 原来有些事时间一过就不能回头 桃鸡娘如是 小夫也如是 姐姐 对不起 是小夫害了你 我真不知道公主这么狠心 她理由我 派杀手制你与死爹 姐姐 对不起 姐姐 你不要生小夫的气 我怕到今天 我绝对不能半途而飞 为了走到今天 我不惜背起重去 舍弃自己的亲儿 我现在又害了你 我现在又害了你 可是我身不由己啊 姐姐 姐姐 小夫现在 已经会照顾自己了 你不要担心我 从小到大 你都是那么心心地照顾小夫 你都是那么心心地照顾小夫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要是 你要是累了 就不要再撑下去 不要舍不得小夫 放心地去吧 我不是不想跟你去 只是小夫不甘心 能放弃这一切 多痛恨 及时于长空 所以相复决定 也跟着公主生死相随 从今天开始 再也没有梦服务这个好妹妹了 有的只是 安了公主身旁的心中 内舍人 内舍人 可能 binnen flying 姐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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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es I 优优独播剧场 未见逾越之举 只是据老奴所查 内舍人昨晚探望孟尚仪 都留足足半个时辰之久 奴婢参见皇太后 公主 听说昨天晚上 你去探望你的姐姐孟凡了 孟凡乃是太平公主 及相王父子的心腹 孟福只是帮公主 去打听消息而已 那你可曾探听得知 什么消息了吗 她已经快步行了 据老奴所知 上福上时 上寝上宫 四局四上 已准备相约 一同去探望孟尚仪 看来孟尚仪的情况 的确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 老奴也打算去探望 趁机一查究竟 孟凡终于可以尝到被人背弃之痛 感受到孤身一人的痛处 说到底这孟凡也只是区区一个奴婢 我们目前当务之急要对付他 是太平和相王父子 龙姬为孟凡的生死忧心如焚 于此期间 必定会生活 属于防范 真是我们下手的好时间 如今林姿郡王三魂不见了七魄 这样太平公主的手就被废了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依奴婢之箭 应先发制人 先杀太平公主 再除相王父子 言之有理 如今李龙姬成事不足 我们要对付的是太平 女儿啊 不要因小师大误了大事 女儿明白 一切就依照母后的旨意办事吧 孟凡 怎么样 你好点吗 多谢大家的关心 孟凡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既然也没什么大事 为什么你还要对外恍惩昏迷 你未行 未在旦夕 还秘密相邀 孟凡此举 是为了掩人耳目 掩太后 还有安乐公主的耳目 因为此刻孟凡 要跟四位大人商议的 是谋反大事 孟凡 自从你入宫以来 你就总是自以为是 独断独行 如今你又在说什么鬼名堂 太后跟安乐公主齐天网殿 弃君夺位 会乱攻击 惨害生灵 林姿郡王决议 骑兵讨伐 匡扶计 整肃朝纲 荒唐 太后和公主虽然行事乖章 这样也不至于会弑君的 虽然尚寝大人 一向看不惯孟凡 不懂循规蹈矩 但是孟凡相信 大人能分辨是非善恶 难道大人真的认为 孟凡会如此口无遮拦 肆意妄为吗 孟凡 雷尚寝不喜欢你行事莽撞 就是怕你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 但他对你的品行非常欣赏 否则当年就不会拜托 我把你收留到 上宫局里来照顾了 是啊 孟凡 我知道你行事自有一套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 稍不留神 我们四局随时遭灭顶之灾 你说他们母女弑君夺位 究竟有没有真凭实据啊 我就是凭据 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们千辛万苦才震杀了皇上 随之始终都为您登上帝费 还有先太子崇聚 也是安乐公主幼时梦服下的毒手 宗尚公 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肯出错 难道你亲耳听到皇后毒杀皇上吗 千真万确 自从知道先太子遇害真相 我就悲愤莫名幡然醒悟 明白太后母女心肠歹动 为免二人扩大势力 我才肯请柴上公让位于我 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弄权作恶 可惜 还是没能阻止他们毒杀皇上 真是史料未及啊 他们还命上宫局的人 监视各局动静 好 嗯 太后基于地位 不择手动 如有人不肯同流合污 就只有死路一条 上至大臣 下至公辟 无疑性命 所以孟凡恳请四位大人 为了国家设计 帮助君王爷 一举剿灭剑血 禀宫公主 禀宫公主 各副府并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候命 好 本公主接到密报 太平公主狼子野心 觊觎地位 密谋造反 于趁新帝继位 均心慰稳 暗自招兵买马 于效法先帝武士 妄想当大唐女皇帝 可此事非同小可 公主可有肯定的消息 准确无误 那是必然 本公主会无端捏造吗 为保大唐基业 除奸邪定江山 客下分兵 叶席俊王府 绞杀太平公主 甚在必行 为如此 才可保 立堂江山的真正太平 美人敌党军功尽瘁 四而后瘾 好 出发 班勒公主 跋护宫中 凌辱大臣 吴氏王法 为所欲为 太后视而不见 放任骄纵 魔兆由后宫伸至朝堂 结党营私 扰乱朝纲 恶行愈演愈烈 如今竟觊觎地位 密谋作反 夺礼堂江山立为是天下 如此奸邪 天地不容 天地不容 今夜一战 除奸党要挟 保江山社稷 正肃朝纲 朕新大逃 不容有失 任离公主拆险 任离公主拆险 非职叩见公主 何事惊慌 快说 禀公主 前锋回报 太平公主正率领上万兵马 休急前方 似乎是冲着公主而来 哼 好啊 果然是先发制人 抢夺先机 公主 我们要先谋定 再行动 没了龙击这帮手 太平孤军作战 量其兵力不过一万 我方今辅兵就有三万 还有万计飞骑两营精兵 尚未调动 势力悬殊 本公主哪有战败的可能 公主此番只是一策 未能做准 既然对方军力未明 我方理应先避其锋芒 查探清楚 再另谋策略 荒严 上阵杀敌关键是有一股作戒 明师辩阵退缩 只会更加扰乱军心 更何况本公主胜券在亡 哪有让路之力 传令下去 兵将若有退缩者 杀无赦 是 兵公主 安勒公主兵马已到百丈之外 正朝我军大举进发 据太子回报 婚主 安勒公主调动的伏兵 是三万之术 我方只以一万之术迎战 必须以策略取胜 公主可有取胜之道 昔日锦形之战 韩信以万数之兵 制胜二十万之敌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本公主早已派探子 潜伏在敌军之中 安乐公主交心往往 用兵无法 今夜 本公主就要她尝尝一败涂地的滋味 出发 出发 出发